PVT想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是下午的新闻 Saint Swar评论说,这四年里,李宪不断地为长江做一些独特的事情 今天11月6日是杨子29岁生日 不少网友纷纷为美鼠送上祝福 但占据当下社交网络的人却是李宪,这位过气少爷的纯情人 这位中国圣人见证了李宪四年的所作所为 并晒出了一张迎长江的照片 每年,姓李的帅哥都会给李先生启名 杜杜杜杜先生生日快乐配上一张超萌搞笑的两人合照 这要归功于陈先生极其甜蜜和不同寻常的表现 网友们对之前的荧幕情侣激动的评价 好浪漫,我需要这对情侣相爱 至于李廉洁 目前每个人的情绪都不一样 让我们一起为这对独一无二的人祈祷吧 夫妻 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李显龙祝赫度冬四岁生日 也排名第一 在微博上搜索 可以说,一吃烤鱿鱼,两位艺人的名字就如风筝一般升起 世上关于他们爱情的传闻数不胜数,甚至有博主称李先生与杨子订婚,即将结婚 然而,最终这些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可能只是亲密的朋友 两人同框第二次登上新热搜 李显给了杨子一个糖果般的表情 最近,几小时前李先生和肚肚因发生的一件事,一下子上了微博热搜 具体来说,两人同时出现在同方战话剧质量颁奖典礼的舞台上 Duan Tu和Lai Hing上台接受了明亮电视之星讲 电影《贵鱼贵鱼》虽然早就完结了,但他们一起出现或互动的每一刻还是很吸睛的 不仅一起亮相,粉丝们也跟着杜杜和杜丽的一举一动 两人对视一眼,甜甜一笑 尤其是杜东和李先生的白色装束,也非常的相似 当他们重新成为新娘和新郎时,他们似乎同样有才华 走出院子的时候,李老爷子也仔细观察着洋途的脚步 因为他担心穿着奥戴的美女走路不方便 谢谢大家收看PVT Express News 大家再见